美國還以掌稱中共、俄羅斯、伊朗是邪惡軸心 布林肯說中共是俄國侵略烏克蘭的主要軍備供應商 巴勒斯坦夢想美國動用否決權投落唯一反對票 港媒爆大幅調障外交官駐外申之 識北京政略方向 大家好 首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0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問 我是林欣 美國眾議院議長默克·約翰遜將中共黨魁習近平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等稱為邪惡軸心後 中共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對美國表達了不滿 之前已經由美國智庫專家指出 中共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由中共、俄羅斯、北韓和伊朗組成的 辛邪惡族心國已經出現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眾議長約翰遜在4月17日的記者會上發表了以上言論 他對之前一直各自的一攬子 援助法案作出回應 宣布將在星期六晚對烏克蘭、以色列 和印太地區的950億美元援助進行表決 美國前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策略師、中央情報局專家 馬修·克羅尼格3月在一次研討會上表示 從川普政府開始 美國就已經認識到中共及俄羅斯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 早在去年10月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 麥康奈爾就將中共、俄羅斯和伊朗定位為新的邪惡族心 眾議長約翰遜說 根據我們收到的簡報 我們相信習近平普京和伊朗真的是邪惡族心 我認為他們在這方面是步調一致的 約翰遜認為普京可能會繼續向歐洲進軍 並轉向巴爾江半島 我認為他可能會與波蘭或我們的北約盟友對峙 議長公開分享了他從私人角度 對應對這場戰爭的看法 坦率地說 我寧願將子彈送到烏克蘭 而不是送去美國南岩 我的兒子今年秋天將開始在海軍學院學習 對我來說這是一次真實的戰鬥 對很多美國家庭也是如此 4月19日眾議院推進的 這項價值950億美元的立法計劃 向烏克蘭、以色列和包括台灣在內的印太地區提供援助 其中還包括了剝離或禁止TikTok的法案 星期五的程序性投票以316票對94票獲得通過 支持這個一籃子計劃的民主黨人 有165人多過共和黨人的151人 議長這個決定激怒了一部分保守派共和黨人 他們與議長之前一樣 堅持認為對烏克蘭的任何新援助 到別墅和加強美麥邊境安全掛勾 而烏克蘭目前在前線面臨 彈藥短缺的困境 目前已有兩名共和黨議員公開要求約翰遜 下台 喬治亞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馬喬麗泰勒格林上月提交了一份決議 要求解除約翰遜的議長職務 肯塔基州眾議員托馬斯·馬西亦表示支持 川普向這位年輕的議長提供了關鍵幫助 他在4月12日 和約翰遜並肩出現在海湖莊園的晚間新聞發布會上 並公開表示支持議長 考慮到共和黨在眾議院的媒約多數218席對213席 這些法案的命運以及約翰遜的議長地位 現在可能取決於民主黨同僚的支持 拜登在《華爾街日報》撰寫的觀點文章中 將烏克蘭和以色列描述為急需美國幫助的盟友 他說雖然兩國可以很有能力保衛自己的主權 但是他們依靠美國援助 包括武器來做到這一點 目前正是關鍵時刻 約翰遜告訴記者 國會不能在援助資金問題上玩政治 並補充說我願意為此承擔個人風險 因為我們必須做正確的事 歷史會對我們作出評判 正在意大利開會的七國集團諸七外長 4月19日 一致強烈警告中共幫助俄羅斯重建 同振興旗國防工業基礎的行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 北京目前已成為俄烏戰主要供應商 正在向莫斯科提供關鍵武器零件 他表示北京的這項努力正在助長 冷戰結束以來對歐洲安全的最大威脅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週五七國集團外長會議 在意大利卡普利島結束 布林肯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美國已經向中共和其他國家明確表示 他們不應該援助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 布林肯說 就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而言 目前的主要贊助國是中共 我們看到中共共享基礎 半導體和其他軍民兩用產品 幫助俄羅斯重建國防工業基礎 中共不能如同紅掌兼得 它承擔不起後果 布林肯解釋說 你想和歐洲國家建立積極友好的關係 但與此同時 美卻在助長冷戰結束以來 對歐洲安全最大的威脅 自莫斯科在2022年2月24日 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一直警告中共 不要援助莫斯科的戰爭行動 而戰爭開始的時候 中俄剛剛宣布建立無限制 夥伴關係幾個星期 面對彈藥缺乏和軍事裝備不足的烏克蘭 正在努力抵禦俄羅斯的軍事壓力 俄軍利用該國的弱點 加強對發電站、電網和居民區發動導彈襲擊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一直呼籲建立更多防空系統 與會的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 也表達了與布林肯相同的擔憂 貝爾伯克在會後表示 如果中共公開尋求 和正在對烏克蘭發動非法戰爭的俄羅斯 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我們就無法接受這一點 我們呼籲中共利用其對普京的影響力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世界上任何國家 啟動普京的戰爭機器 七國集團公布稱 我們對中共企業向俄羅斯 轉讓俄羅斯用於推進其軍事生產的 軍民兩用材料和武器部件表示強烈關注 這使俄羅斯能重建和振興其國防工業基礎 對烏克蘭和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 烏克蘭總統習蓮斯基將在星期五 和北約國防部長交談 預計他將要求更多防空支持 歐盟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 將在星期一開會討論這項議題 一直想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巴勒斯坦 星期四再度受挫 美國在安理會頭下否決票 不僅拒絕巴勒斯坦成為該機構的正式成員 亦有效阻止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國 據耶路撒冷郵報 4月19日報導 美國阻止聯合國安理會授予巴勒斯坦人 正式加入一個由193個成員國組成的全球組織 在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 美國是唯一一個投下反對票的國家 美國繼續強烈支援兩國解決方案 這次投票並不意味反對巴勒斯坦建國 而是承認它只會來自雙方之間的直接談判 美國大使羅伯特·伍德在投票後表示 巴勒斯坦政府週四推動了12年來的首次全面建國 以及在以哈戰爭中 最大限度地支援西方國家單方面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支持 這個動議差點成功 因為包括法國在內的12個安理會成員投下贊成票 英國和瑞士則投棄權票 但由於美國是擁有否決權的5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因此其反對票否決了該動議 以色列外交部長卡茨讚揚美國投了否決票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吉拉德·埃爾丹在向12個 投贊成票的安理會成員發表講話時說 這個非常令人難過 因為你們的投票只會更加鼓勵 巴勒斯坦人的拒絕主義 並使和平幾乎不可能 巴勒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巴斯 在一份聲明中譴責美國的否決權是不公平 不道德和不合理的 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 里亞德·曼蘇爾 在投票後情緒激動地表示 這個動議沒有通過的事實 不會破壞我們的意志 也不會破壞我們的決心 我們不會停止努力 據路透社報導 吳德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表示 關於申請人巴勒斯坦政府 是否符合被視為國家的標準 存在未解決的問題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呼籲巴勒斯坦政府 進行必要的改革 以幫助其建國 但華府也注意到哈馬斯這個恐怖組織 在加沙擁有的權力和影響力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說 巴勒斯坦政府是一個熱愛恐怖主義的實體 其政策是每月向在恐怖襲擊中 殺害平民的巴勒斯坦人發放津貼 埃爾丹也警告支持巴勒斯坦 單方面建國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 他們正在鼓勵巴勒斯坦政府 拒絕未來的和平進程提議 就像他過去所做的那樣 下次巴勒斯坦人拒絕另一項和平計劃 或者甚至拒絕坐到談判桌前的時候 請記住這一點 目前聯合國成員國內 大約有139個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 但想加入歐盟 安理會的批准是必要報紮 港媒19日報道 北京當局決定給駐外外交官 無論職位等級 月薪皆條賬超過1,000美元 分析人士表示 北京這個舉動 意在安撫駐外人員 並將要求他們執行更重的任務 香港南華早報19日引述消息獨家報道 北京當局在近期做出決定 給中共駐外使館和領事館的所有外交官 而且不分派駐地域和職級 每月掌薪1,000多美元 但沒有外放在國內外交系統工作的 不在這個掌薪範圍之內 中國經濟目前依舊持續下滑 各級政府都在高礙 勒緊附帶過緊日子 公務員編制和事業編制人員 以及退休人員 很多都不同程度地被降薪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自從去年初開始 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公務員 包括警察軍大幅度減薪20%左右 天津、南京、大連等地的警察 也被同等幅度地被降薪 甚至被要求退回部分獎金 這個導致公務員情緒大受影響 出現了消極抬工的情況 而公務員的退休金 也被大幅度降低 有些甚至高達三成 因此在中共財政吃緊 而且經濟不振的當下 大幅條賬外交官的駐外身資 十分異常 屢美中國政治學者鄧律民認為 此舉可能意在穩住外交圈 中央社引述鄧律民觀點 報導稱 條身是在前外長秦剛 去年突然凋棄官位後 而外交部門高層領導的替換 可能導致不少外交官感到擔憂 並想是否還要留在外交圈中 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給予經濟鼓勵 柏林智庫馬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分析師 克盧斯宋表示 很顯然中共駐外交官 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 而且要承擔更多重任 就當前的政治情勢而論 他們更有用處 其實從今年中共公佈的預算名勢中 也可以看出外交對於中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今年中共兩會期間 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列出的預算中 偏外的外交預算是1940億元人民幣 比去年增加23% 相較於7.2%的國防預算增幅 是其三倍之多 而公共預算的增幅則只有4% 克盧斯宋表示 以北京的戰略方針而言 外交官越發重要 不僅因應中美關係 還包括對歐洲和開放中國家 北京要令民眾對外交部門有信心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encouraging一下 叫 stress moment 在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